这不是刘建英送的 是那个 你咋不让我去调水了 改咳嗽了 你咳嗽了 你们俩说什么呢 没事 对了 梅子 妈跟你说个事 这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跟我说 这大糖酒店正在找工啊 多好的机会 你去试试 听说那儿 不仅待遇好 环境还好 还能学到新东西呢 你妈说得对 我也听说了 说现在曲江啊变得美得很 你去试试 妈 我要是上班了 谁照顾您啊 妈现在在医院里 都有医生在说了 我自己又能走 是啊 我那于他们离这儿不近嘛 有啥事我这不就回来了 他们有你李三叔照顾着 没事 对了 小全 这李三的病 李三有啥病啊 他没病 他就是心病我跟你说 你现在这人也怪了 你以前听说过 你说这个男的他能得这个 小全 小全 李三叔得什么病了 肝疼 我看是你才是肝疼 对对对 我肝疼 我肝疼 该吃药了 你好 你好 好 请问一下 你们这儿要现在招人吗 是 是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梅子 你就是梅子 请问您的文化程度 我是高中毕业 高中 那是这样 根据您的文化程度 安排在我们酒店的 保健院的岗位 行吗 那也行 好好好 稍微等一下啊 好 梅子 刘姐 我真的是活见鬼了 我到哪儿你都跟着我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还有啊 什么刘姐刘姐啊 你这是在工作 叫我刘总监 知道吗 知道了 梅子 我不管咱们俩 谁是谁的影子 我不想再看见你 你有心也好 无意也罢 你来这个酒店工作 那是你自己的事 我告诉你啊 我马上就要出国了 你要是有本事的话 你就跟着我到国外去 我满地 梅子 你怎么来了 梅子 你跟刘方两斤了 十五万 你替我还啦 什么十五万不十五万呢 这么多钱 不行 我回头给你打个借条 行行行 我知道我知道了啊 借条就算了 也不这样 等着小妹子再大一点 你到深圳去帮我的忙 给我当个副总裁 年纪十五万 这样总行了吧 对了 我现在跟你说正经的啊 你赶紧跟邓江平 把混给离了 向阳还在那儿等着呢 你说什么呢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都二十一世纪了 这人人都有追求 自己幸福的权利啊 再说了 向阳现在还担着身 这多好的机会啊 赶紧跟邓江平 把事给了了 我还等着当姑姑呢 你怎么办呢 我已经找到 自己的归宿了 真的假的 但是现在 我还不能告诉你 等我把所有的事情 都处理好了之后 我第一个通知你啊 到时候 我就开个新闻发布会 告诉所有的人 我这个嫁不出去的女人啊 终于有自己的归宿了 那我就等你的发布会了啊 你不能光等啊 你得帮我呀 我怎么帮你啊 梅子 都这么多年了 你跟林响老师的关系 还打算一直这么僵着 其实经历了那么多事 我在心底已经原谅她了 真的 太好了 新来的 干什么呢 还不去干活 对不起啊 我马上就去 快去吧 梅子啊 我等你下班 我先走啊 走 拜拜 来 妈妈 华丽 舅妈 宝贝啊 你们还没吃饭呢吧 我去给你们买点面煮着吃吧 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真懂事 不买了 舅妈带你们去吃大餐去 好不好 随便在家吃点吧 我给你们做西红柿鸡蛋面 妈妈 家里面没有鸡蛋了 梅子 大姐 你老公在我那儿 收了两千多块钱的账 该还了吧 我们可是小本买卖 周转金都没有了 他在你那儿收账了 是啊 香烟呀 啤酒呀 薯片呀 棒棒糖呀 都是在我们那儿收的 这是他的收账条子 他怎么能这样呢 大姐 以后你别再舍给他了 行吗 他总是拖着不还 我们当然不会再给他舍了 昨天他带着孩子去 心一软又给他舍了点 行了 你别吃了 妈不是告诉你不让你吃饭 嘴怎么那么馋呢 梅子 你干吗呀你 你不知道吗 这不是孩子馋 这是大人馋 大姐 大姐 我明天肯定把钱给您还上啊 你以后千万别再射给他了 不好意思 老板娘 来给您 这是三千块钱 还厉害 儿厉害 连本代理我都给您 余下的钱就放到您那儿 然后以后小梅子想吃什么 去您那儿您就拿给她 但是邓江瓶绝对绝对 不能让那胖里边的一分钱 好吗 好的好的 麻烦你了啊 爸爸 爸爸 华丽也在啊 你回来了 你赶紧招待人吃饭吧 你这又是在哪儿设的 华丽刚把你设的账给你还上 邓江萍 你想不想让我活了 你想把我的血都抽干吗 我天天都给你们生活费 你就让小梅子吃酱油拌面吗 我本来是不想赌了 可是那天看见你跟向阳抱在一起 我心里就彻底地凉了 邓江萍 在你血口喷人的时候 你能不能想想这些年 你都做了些什么 你看那些乱七八糟的黄蝶 梅子因为你让工厂给开除了 好不容易在泡沫馆找到份工作 你又去抢什么前台 因为你这份工作也丢了吧 刚刚把你借的高利贷还了 为贱民也要拿出一张什么 什么十五万的欠条 害得梅子去刘芳家卖身为奴 你不知道吗 现在你又到处赦账 梅子为了你 你想让他去死啊 就算是梅子有一天跟向阳走了 你想想看那也是你自己做的 邓江萍 看在今天小梅子 还管你叫一声爸爸的份子上 我就不说什么了 如果你还是一个爷们 你赶紧签字把婚给离了 我不许你这么说我爸 华丽啊 你对我们家的事情怎么这么关系 我告诉你 我跟他黄蝶没有看成 到时看见向阳 你前夫抱着我妻子 我是不想玩麻将也不想躲了 可是我 我就不能听麻将这两个字 听见了我就控制不了自己 梅子 我真的不是成心的 邓江萍 我为了这个家 我一忍再忍 十五万 我愿意到刘芳家做保密 我妈有病不能看 我爸常年拖着两条富士的腿去卖鱼 小梅子天天在家吃酱油拌饭 我问你 你是怎么当女婿 怎么当丈夫 怎么当爸爸呢 梅子 是我 我在刘芳家当保密 我收尽了屈辱 我连个空屋的地方我都没有 我问你他有没有良心 你有没有良心啊 妈妈 妈妈 你是不是需要钱 我有钱 我有好多钱 我把姥姥姥爷给我的钱全都存着呢 我现在就给你了 来 咁咁咁咬咽 喂 我这儿子 忙着儿呢 有事儿啊 你 好 好 儿子 那个 妈就跟你说 是不是想跟我说华丽啊 妈 您要是想了的话 您可去找她去 什么叫我想她呀 你就不想她呀 我哪有内功夫 忙着呢妈 你忙什么呀 多大的事啊 我告诉你最大的事 就是结婚生子 知不知道 妈一个人过一辈子 妈可不想让你跟妈似的啊 妈就是想让你结婚 生子 妈就想要抱大孙子 别老光考虑我的事 说说您的事呗 我听说那 锣鼓对那王大爷 对你挺有意思是吧 我跟你说啊 你赶紧抓住了黄昏的尾巴 别错过美好的姻缘 什么黄昏的尾巴 这哪儿来的事啊 我告诉你 别瞎胡说八道的啊 算了 我不跟你说了 你看看 什么的 还不好意思啊 那我先走了 你慢点啊 梅子 下班之后到李总办公室去一趟 李总 对 进来 来 梅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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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丽 来 坐车 李老师 您就是李总啊 李老师是你们酒店的常务副总 那我的工作 梅子 工作还适应吗 李老师问你在这儿工作情况怎么样 挺好 保洁部的工作虽然辛苦 但是空闲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 这样你就可以多照顾你的母亲和孩子 李老师 我们在您这儿聊天 您就请我们喝茶呀 不来个干果盘 刘芳 你家保姆又到我们酒店来了 谁知道怎么回事啊 这人事部是怎么回事啊 这人事部是怎么回事啊 这种人都能招进来 你俩可真是冤家路窄啊 你去跟人事部说一声 把这种人辞退了不就行了 这次你可别再养虎为患了 他在你家做保姆的时候 我就劝过你了 你啊 就是大义师金舟 竟然能让他跑到你老公的床上 这次可不要再庆敌了啊 俗话说千里之低毁于乙穴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只小蚂蚁 我跟你说啊 这种女人她就不应该活在世界上 你知道这男人怎么学坏的吗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女人 这些社会上的女人 没知识没文化就会勾引男人 因为她们要靠男人为生啊 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 她们呢也在上大学 可她们上的是社会大学 她们的专业呀就是如何取悦男人 男人就是她们的铁饭碗 她们的长期饭票 不行 你给人事部经理打个电话 早打了 咱们人事部经理啊 去新加坡学习了 现在酒店人事部的工作呢 全交给李副总负责 咱们这个李副总啊 是我和梅子的老师 人家呀自愿担当梅子的保护伞案 刘芳 李副总是不是一直是单身的 是啊 钻石王王武 这个清洁工可真够有本事的 我这就去看看她 也见识见识 这个狐狸精到底长什么样 请进 来来来 好 可以了 走吧 来来吃点 李老师 您这么做就不怕别人议论吗 毕竟您和梅子是 哎就让他们议论吧 轻者自轻 浊者自浊呀 啊 吃散豆 哎好 好 梅子 你生气了 本来见李响老师我是应该跟你说一声的 可是我也是一片好心啊 哎呀 我怎么能生气呢 那你真的不觉得突然吗 我还应该谢谢你 这就对了 李响老师啊他是一个好人 他真的是一个好人 其实 我早就应该把他给认了 你真的要决定跟他相认哪 啊 我再不认他 会后悔的 其实 我现在已经后悔了 太好了太好了梅子 如果你能够跟他病适前嫌 我也算大功告成了 这样 我也可以考虑我自己的事了 哎 咱们去医院吧 告诉梅叔和大娘 你们妇女要相认了 先别了 还是等我妈手术完再说吧 走吧 你好 吃都掉到地上了怎么还能用啊 这洗一洗还能用呢 扔了太浪费了 你说我浪费 如果我是客人呢 你不知道客人永远是对的吗 你是新来的吧 是 谁让你来的 经过培训没有 没有 没有培训你就上岗 谁让你来的 是李老师 李老师 我们酒店没有李老师 你这都是哪里的称呼啊 一点规矩也没有 没有 对不起是李总 李总 你和李总什么关系啊 我是他的学生 刘凤 人长得还可以 看样子挺老实的呀 不像你说的狐狸精啊 连你都能看出来 他还能成精啊 那还能骗我败和灰子那样的人啊 他呀整天就是一脸诚恳 一脸老实 一脸惹人怜爱那样 那才能骗人 知道吧 那倒也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在经理办公会上 随便找个理由把它开了算了 我一定会配合你的 我们酒店一贯讲究佣人的标准 可现在人事部经理不在 我们的这个标准 是不是有所下降 酒店清洁部 最近来了个叫梅子的下岗女工 没有经过培训就上稿 这且不说 还有人反映 他还有小偷小摸的毛病 把我们酒店很多的日用品 都带回了家 我看这个人 不应该待在酒店 清洁部缺人大家都知道 我们广告打了几天了 没有招到人 现在下岗女工到处都是 怎么可能招不到人呢 这事我们也感觉到奇怪 来应聘的人一听说打扫卫生 就走了 后来李总给我们介绍了一个 我们也没来得及培训 就让她上岗了 梅子干得还不错 当然 我们也接到顾客投诉 说卫生间经常没有香皂 卫生纸也不见了 这事在酒店以前也发生过 露西 既然你问到这事 我只好回答 很奇怪的是 梅子刚打扫完卫生 露西就进了卫生间 你怀疑我 荒唐 露西拿酒店的香皂和卫生纸干什么 你们怎么调查的 我没有说露西拿了那些东西 但是监控录像所呈现的事实是这样 那么我们以监控录像得出的结论 那些东西不是梅子拿了 就是露西拿了 你们可以查梅子包吗 刘总监 这可是侵权案 我们人事部可不是执法部 也不妨告诉你们 我们也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 并没有发现梅子拿那些东西 倒是有清洁工反应 在你们财务部的垃圾桶里 有整卷的卫生纸 和没有拆封的香皂 你什么意思啊 我能有什么意思 我只是说出个事实 这是栽赃 为什么我们财务室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梅子一来就出现了 你们也不好好想想 可是梅子 为什么要栽赃你们财务部的人 她跟我有仇 她想 气死我了 你不是说东西都放在包里了吗 有的我放在包里了 有的我就扔到垃圾桶里了 真是没吃到羊肉粉染了一身骚 她放在包里的东西呢 肯定是被她拿出来了 好妹妹 让你受委屈了 姐给你压压惊 说想吃点什么 姐 饭就不吃了 你给我买个像你那样的包吧 胃口挺大呀 你敲诈我 包七八千呢 那好吧 以后你也别找我办事了 今天在经理会上你没听到啊 我就跟个贼似的 行行行行 我哪天去香港啊 我给你待更好的 这包内地太贵了 你就再帮我一次呗 好 那这样 我今天 再去给梅子包里放点东西 我就不信抓不住她 有人吗 我 你要把这个盗了呀 是啊 那太浪费了吧 要不然给你吧 你们在这儿干吗呢 没有 他说他要把这个盗了 难道还能回收再卖呀 我们这是合资酒店 不是街头小饭馆 这也太浪费了 这还没动过呢 浪费什么 人家有钱呗 当然 你要是想拿走的话 也可以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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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记得把迈克带过去啊 我才懒得里头 Lucy你是咱们酒店的一枝花 除了你谁能把她轻动啊 别给我戴高帽子啊 记得给我买包 放心好了啊 记得去办啊 知道了 等等 你是叫梅子吧 是啊 这包里装的什么东西啊 包里 包里都是我自己的东西 能不能打开看一看 最近酒店老是丢日用消耗饼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都倒饭点了 影响都不好啊 刘总监 这个是我们保安部的规定 我也没办法 怎么了梅子 他们要查我的包 心里没鬼就把包打开 Lucy 怎么说话呢 这梅子跟我多少年的同学了 我还不了解她呀 包里只有我的饭盒 其他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不会吧 会不会还有其他东西 Lucy 她包里有什么东西 你怎么知道 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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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站着干吗 李总 保安怀疑 梅子包里有酒店的东西 我包里 就一个饭盒 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梅总 你走吧 你看你们 人家就一个饭盒 真无聊 那饭盒里是什么 你打开看看 你难道不知道 不能把坑人吃剩下的食物 带回家吗 我不知道 我是问过 你看我干什么 难道是我让你带回去的 我看这些东西 浪费了太可惜了 我想 带回去给孩子吃 好了 你们都散开了 梅子走吧 梅子 你要你是出饭 走吧 李总 我们家还有点事 好 走吧 这种事情是应该被开除的 李总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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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这点事 你们财务部的两个总监 都来过问 是不是小题大做了 李方 到办公室来一趟 进来 我去看看 刘芳 你怎么老跟梅子过不去啊 梅子的母亲生病 孩子有钱 你不同情她 你孩子她伤口上撒业 你故意陷害她干吗 李老师 她家里人生病了 那是她的私事 公司有规定 私事不能影响工作 刘芳 我希望你不要把个人的恩怨 带到工作当中 你是我的学生 我就不再追究了 希望你以后不要对梅子这种态度 否则我不会念师生之情了 李老师 您错怪我了 我没有 刘芳 我错怪你了 你们上午开的中层会议我已经听到了 首先是Lucy发威 然后你在旁边敲鞭鼓 下午你们三个就碰到了一块 有这么巧的事儿 是Lucy告诉我的 说梅子行为不轨 梅子行为不轨 我看你跟Lucy是同流合物 刘芳 我是看着你们俩长大的 你们俩好好的 我希望你不要再欺负梅子 欺负一个善良的人 是要遭报应的 李老师 您劝我不要把个人的恩怨 带到工作中来 那您是不是也把个人的情感 带到工作中来了 您和梅子的母亲 刘芳 我明确地告诉你 我就是同情梅子了 我就是把感情带到了工作当中 但是梅子的母亲 不是理由 你不是想说 梅子的母亲跟我是什么关系吗 我告诉你 我们是合法夫妻 明白了 但这不是我同情梅子的唯一理由 梅子这么多年 为了自己的养父养母 她承受了这么多 难道不值得同情尊重吗 李老师 要不是梅子的学历低啊 我绝不可能把它放在清洁部 她学历低是她没本职 是她个人原因 刘芳 你竟然敢说这样的话 你的高学历是怎么短的 难道我不知道吗 我在人事部已经看了你的档案 你上大学的时候是叫什么名字 是不是叫梅子 你的学历正上是什么名字 难道我不知道吗 您都知道了 您知道了为什么不说什么 刘芳 我不说出来不是因为 我是不想再伤害梅子 当我看到简历的时候 我感到得真好 我无法相信这个社会上 还有这种事情 欺骗 超出了人的底线 你明白吗 你们那都是我的学生 一个靠本事上的大学 一个靠偷梁换重 拿去了学历 我本来想戳穿你的 念你是我的学生 更重要的是 我怕再次伤害梅子 我怕是成功 你知道梅子这么多年 磕磕碰碰碰碟撞撞支撑起来 靠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 希望 因为她心里还有希望 希望这个社会公平正义 就是为了这个希望 她承受了一个女孩子 无法承受的压力 你永远要知道 好了 别的我不多说了 你也听不懂 你好自为是吧 谢谢李老师 不用谢我 你应该写梅子 以后好好戴梅子 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你可以走了 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了 李总都知道了 该知道了 不该知道了 全知道了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梅子必须得离开酒店 不然我就惨 在酒店啊 永远都抬不起头了 有这么严重 你说一个男人 为什么那么庇护一个女人呢 她爱上了那个女人 我明白了 就是说她和李总有一腿 让舆论把她俩分开 这样李总以后就不敢帮她了 你太聪明了 这不都跟你学的吗 阿姨 您干吗要跟着我呀 你是小梅子吧 你怎么知道的 我可不认识你啊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妈妈不让我跟陌生人说话 所以请你不要跟着我了 我怎么是陌生人呢 你当然是陌生人了 我们俩又没见过面 你不是陌生人是什么 小梅子 不是 我知道 你想说你也是爸爸的朋友对吧 姥姥跟我说过了 陌生人呢 不管说是你爸爸的朋友 还是说是你妈妈的朋友 都不要跟他们搭讪 所以你再说你是谁的朋友 我也不会再理你了 你就不要再跟着我了啊 你要是再跟着我的话 我就报警了 好 你当然是陌生人了 我们俩又没见过面 你不是陌生人是什么 高丽 还真是你啊 看来最近混得不错 这老朋友见面了 请我吃个饭吧 好 上车 好 走 行 看你这气色 看你这打扮 你应该不错 不管怎么说 咱们同窗共枕了好几年 你好了 你发财了 我替你高兴 你现在怎么样 还在卫生局吗 人往高处走 我干嘛非要在卫生局 这棵树上吊死 我早都下海了 下海了 那你现在做什么呀 投资 果票 多了 高丽 你今天跟我女儿聊了 多那么久 她是不是你的亲鬼肉 怎么会呢 行了 你别演戏了 你在我这儿一撒谎 我就能看出来 小梅子是我女儿 我们的 不可能 我就说嘛 怎么会是我邓江萍的呢 应该是你那舅舅的 是吧 高丽呀 高丽 你给我戴了那么多绿帽子 我现在还要替你带着孩子 养个孩子 你说我邓江萍 你呢 造化怎么这么大呀 江萍 你有什么气你就冲我仨 你一定要对孩子好 你 我干嘛对孩子不好啊 孩子是无辜的 你看看你自己 是你抛弃了孩子 你现在好了 难道你对孩子 就没有 没有一点表示 只要你对孩子好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妈 我回来了 妈 回来了 快 坐下 歇会儿 来 放一下 热吧 妈 你累不累 你休息一会儿吧 我来这儿 妈不累 妈不累 马上就吃饭 马上就吃饭 妈 我今天回来的时候 碰见了一个阿姨 那个阿姨说是你的朋友 但又不说她自己的名字 后来还哭了 妈妈 你怎么了 妈 妈没事 我没有理她 我做得对不对啊 你做得对 小梅 今天晚上啊 妈得去医院陪姥姥 你跟姥爷好好在家 我也想去医院看姥姥 你明天还得上课呢 等周末 周末妈带你去 去写作业 那 如果有一天 她的亲生父母来找她 你怎么办呢 妈 要是小梅子的亲生母亲来找她 你说我怎么办呢 梅子 这也是我一直担心的事 要是她的亲生母亲要来领她走 如果小梅子愿意的话 就算我们再不说她 那也得放手 那也得放手 要是小梅子不愿意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其实梅子 人在世上 这不如意的事情 十之八九 你小的时候 我就总是担心 你的亲生父亲要是出现了 要把你临走我该怎么办呢 后来知道了李翔老师是你的父亲 不是既高兴又害怕 后来还是你爸爸劝我的 她说既然你这么爱她 那还不如让梅子 随了她自己的心愿 只要她心里顺了 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好 李翔老师来看过你 她也去看过你吧 是 梅子 要么说呀 这李翔老师也真是太不容易了 你看她这些年 好不容易攒的那些钱 都寄给咱们了 这些年 她老了多少啊 白头发都出来了 我说 你啊 要不就原谅了李老师吧 其实在我心里 我没有真的恨过她 那个时候 可能一时转不过弯 可是现在经历了这么多事 我倒对她的做法 挺感动的 是吗 那太好了 梅子 其实 你们父女两个 就认了吧 等您好了吧 妈 我听你的 好 好 你刚才没来的时候 我和向阳妈在这儿合计呢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我们把李老师起来吃顿饭 就让她和梅子 相认了吧 梅子跟我说 她其实已经去见过李老师了 孩子心里想通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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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